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由于中国晶片在先进制程发展受限,目前整个半导体产业都在积极地扩充半导体成熟制产能。预估2027年,中国成熟制程产能占全球比重可达39%,这也导致了很多专家预期未来成熟制程市场竞争将会非常激烈,台系厂商也将面临压力。 对此,台湾计划提供补贴,推动台湾半导体业者转向先进制程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台湾经济部表示,将推出补助计划,协助IC设计、材料和设备业者耐向先进制程与封装领域,总经费约新台币22亿元。 目标为提高IC设计业先进制程产值占比至43%。 其中,驱动台湾IC设计业者先进发展补助计划已于去年底公告,申请日期至今年3月底止,鼓励业者研发16奈米以下晶片,且需结合人工智慧、AI、高效能运算、HPC、车用等高质化产品应用市场,近期已陆续接获业者恰寻了解如何申请。 台湾经济产业发展署官员表示,台湾有200多家IC设计业者,其中步伐小型新创团队,因此也特别设计补助方案,鼓励多家厂商一起提案进行小批施量产,增加未来大规模量产成功机会。 其表示,2023年,台湾IC设计业使用先进制程产值占比39%,目标为2024年提升至43%,持续巩固台湾半导体产业竞争优势。 在半导体材料和设备方面,产发署官员表示,从2D的平面堆叠朝向2.5D和3D发展,已成为晶片封装技术趋势,因此另有约新台币2亿元经费,补助业者发展意志整合所需的设备和材料。 如今,全球半导体产业正处于一个激烈的竞争时代,当前台积电、三星、英特尔等领先制程代工厂的技术研发不断取得突破。 2奈米级制程技术已逐渐成为竞争激烈的半导体代工市场焦点,相较于现在的手机使用的4奈米工艺晶片,更高制程工艺无疑能够为手机用户带来更长的续航时间, 更好的效能和发热控制,以及更多的功能。 因此,2奈米工艺被视为下一代半导体工艺的关键技术突破,其优势在于能为晶片带来更高效能和更低功耗。 据媒体报道,三星以拟定计划,预计于明年在韩国启动2奈米制程技术的生产。 此外,该公司还计划在2047年之前,于韩国投资500兆韩元,兴建一座超大规模的半导体生产基地,专注于2奈米制程技术的制造。 据韩国媒体报道,三星在近日的2023年第四季的财报中公告,其晶圆代工部已得到一份2奈米AI晶片的订单,并且该订单还包括了配套的HBM记忆体和先进封装服务。 报道指出,三星在该公告中表示,随着智慧型手机和PC需求的逐步回温,特别是对于先进制程晶片需求的推动下,预计2024年,晶片代工市场规模将将进一步恢复到接近2022年的水平。 三星也表示,旗下的代工业务将继续在稳定量产3奈米GAA制程技术的同时,进一步开发2奈米制程技术,并得到AI晶片等快速成长市场领域的更多订单。 依据三星此前发布的技术路线图,其2奈米级SF2工艺预计于2025年面世。 相较于三星的第二代3奈米工艺3GAP,该工艺在同等频率和复杂度条件下可提升25%的功耗效率,在同等功耗和复杂度条件下提高12%的效能,以及在同等效能和复杂度条件下降低5%的面积。 作为三星的主要竞争者,台积电已在去年的研讨会上揭示了2奈米晶片的初步细节,并积极致力于推动2奈米工艺节点的进展。 据悉,其首部机台预计将于今年4月投入使用。 据供应链媒体透露,苹果将成为首家采用台积电2奈米工艺的客户,目前正与台积电紧密合作,共同研发和实施2奈米晶片技术。 这一技术在电晶体密度、效能和效率方面有望超越现有的3奈米晶片。 台积电的2奈米晶片计划采用N2平台,移入了GAAFAT全炸厂效应电晶体奈米片电晶体架构以及背部供电技术,能够以更小的电晶体尺寸和更低的工作电压实现更快的速度。 据悉,台积电研发的2奈米制程技术,在保持相同功耗的前提下,能比300奈米工艺实现10%至15%的速率提升。 而在相同速率下,功耗可降低25%至30%。 值得注意的是,业内金融分析师Danny State在2月上旬指出,台积电在2023年营收为693亿美元,高于英特尔的542.3亿美元和三星晶片部的509.9亿美元,首度超越英特尔与三星电子,成为全球营收最高的半导体制造商。 加拿大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副教授史荣欣表示,台积电从1987年成立,共花了36年时间,成为全球最大半导体制造商,而不只是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制造商。 台积电2023年财报显示,全年营收692.98亿美元,新台币营收达2.1617兆元,年减4.5%。 毛利率54.4%。年减5.2%。盈益率42.6%。年减6.9%。税后纯益313.89亿美元,新台币约9791.71亿元。年减14.4%。每股纯益32.34元新台币。 以制程来分,台积电2023全年300亿制程,占晶圆销售金额6%,符合原预期。 5奈米制程出货,从26%大增至33%,7奈米下滑至19%,16奈米为10%,28奈米为10%. Dian Nistat指出,英特尔1992年击败日本电器NEC Corporation后,位居此领于龙头20多年。 三星2017年首度超越英特尔,之后两家公司互征第一,而台积电是之后第一个抢下龙头宝座的新厂商。 目前,随着台积电、三星、英特尔等先进制程代工厂商都在积极地发力2奈米制程的研发。 根据规划,三星和台积电都将在2025年量产2奈米制程,其中,苹果预计将成为台积电2奈米制程的首家客户。 而英特尔则计划在今年上半年量产Intel 20A,并且将在今年下半年量产Intel 18A。 此前,英特尔已经宣布,已经获得了来自爱立信的Intel 18A制程技术的5G基础设施晶片订单。 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此前的报道,三星准备以更低的价格吸引客户下单自家2奈米制程技术,目标为高通能计划将部分旗舰晶片转单到三星的2奈米制程生产。 显然,2奈米制程将成为接下来晶圆代工市场竞争的焦点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